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洗澡啊 你们这是洗澡 红叶说他喜欢我这么服侍他 我不信 一定是你这贱人勾引红叶哥 那你可说错了 杜军刚才还说要要了我 周小姐 这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 红叶哥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绝对不允许这个狐狸精进家门 我爹也不会同意的 红叶哥 你不能留着他 你快把他赶走 好 进家门是不可能的 最多当个通房吧 什么 什么 这不是你一直都想得到的吗 既然如此 红叶哥 就让我教一下如梦当通房的规矩吧 好啊 好啊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最下贱的通房 别想拥有任何名分 也休想怀有子嗣 那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什么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我虽然现在没有名分 可是都军以后 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灵 都会牢牢被我拴住的 你就算是正妻 怀了再多的子嗣 最终 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做梦 在都军府 永远我为尊 你为卑 我可告诉你啊 只要我在这都军府一天 我就早晚有被扶正的时候 你以为都军府 是你想待就能待的 你也配 我配不配 不还得都军说了算吗 你要是能做主 我还能待在这里 怕是您 也是要看都军的颜色行事吧 你胡说 你以为我赶不走你吗 你也就是耍耍嘴皮子功夫啊 那有本事 你赶我走一个试试 好 我现在就送你出府 来人 不用 我自己走 你要干什么 送你出都军府啊 永远不能再回来 给我乱棍打死扔出去 是 如梦姑娘 这不着急了吧 等点理解 一会儿 有的是时间让你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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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啊 时间差不多了吧 幽默者上去有十五分钟了 小姐 拿去把红叶哥叫下来 好嘞 那咱们也去看看这出好戏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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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去叫红叶哥吗 好 周小姐 陆军不在 她吩咐过我 周小姐有任何需求 我都要尽力满足 罢了 陈副官引荐也一样 这出了什么事吗 进去了便知道 陈副官好好看看 这诺娜的都军府 竟然出了如此难道 女昌迎奸卖俏之事 若是让红叶哥知道 红叶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然你以为是谁呢 你 你就这么按耐不住 这么快就开始勾搭别人了 分明就是有人陷害 别说你不知道是谁 我凭什么信你 那我就让你看看 是谁在大张旗鼓的贼喊捉贼 快不要了 轻一点啊 出去 出去 走走 快 快点 走 这下你看清楚 你未婚妻是个什么货色了 你又能好到哪儿 至少我不会主动害人 利用完我就想走 我是在帮你 你故意 你故意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不就是想在人前做事 你跟我的关系 让都军府的人不肯再欺负你 辛苦都军陪我 眼真一出了 我不会捧一下 今天这最queность 稍稅换裥 Parlament 这是个体育的 既然 practitioners 超猛忠 你只跌� Plaid 你尝尝 天气凉了 我要不然给你加件外套吧 红叶哥 我错了 你别走 一切都是我太新奇了 我害怕如梦把你抢走 我害怕失去你 以后 在都军府 我不想再看见这种事情 我不敢了 红叶哥 我只是太爱你了 好了 再不松手 给你准备的生日夜礼单 可就湿透了 你给我准备了生日夜 红叶哥你真好 我去拿张纸 再写一张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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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